那你觉得哥斯达也会比较好运下去 就好像他刚才说啊 可能会好运下去 这样就真的是很好运 这样子绝对是好运到这么多长 因为我荷兰的话好像讲范迦尔 不管是范迦尔主帅的那个经验 整个荷兰队的气场他们的那种作为强队 他们应该都不会容许自己在这个时候又再犯错 如果是这样他真的是很迟鲁 没有脸见我了 真的没有脸见你 那如果哥斯达真的他讲一定要赢 我一定要赢荷兰 那他要注意什么这回 注意了真的是防守 防守反击 因为这一场他们两队打的都是同样的 都是5-3-2阵型 5-3-2这样的阵法都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对于更有经验的球队来说 我觉得荷兰肯定是能够 他们的执行能力会更强 对对对对 刚才我偷偷问了赵康 赵康讲 哎呀也不是摆巴士 你觉得有可能摆巴士吗 摆巴士也是一种艺术 也是一种艺术 你要像伊朗那样子吗 就哥斯达里卡 无可否论他们应该会这样做 因为毕竟他们的确个人能力 就都是跟荷兰有这个差距的 所以肯定会一方如果摆巴士的话 这样就 如果荷兰攻不破的话 就真的到最后拖到点球 这就真的是看进去了 真的 他说方佩熙会不会很吃重的样子 这一场 方佩熙的确上一场就让人意外 就是他那个状态反而下回来 就是他前面就第一场5比1大胜西班牙 他进了两球 过后在对澳洲的时候 他也打进那个关键的这个扳平球 所以可是竞赛了一场 过后他回来 在对墨西哥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天气有影响 然后就希望这一场他能够调整回这个状态 所以方佩熙也是很关键的人 因为他上一场真的没有什么表现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有什么表现的解冠 可能是天气的关系 然后现在他们回到这个 他们小组在第一场对西班牙的同一个球场 可能他们很难说又来一场大胜也很难说 至少 做得更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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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